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以促进钙在肾脏形成结晶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那么我们不建议钙和维生素C同时服用 那么如果你需要服用钙也需要服用VC的话 我们建议你就是把时间间隔开 那么钙片呢我们一般是建议你晚上服用 因为往上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些抽搐的症状 更容易缺钙 所以建议你晚上时服用 而维生素C呢你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服用 这样呢把时间间隔开 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注意呢 有一些食物里面可以还有大量的VC 比方说是猕猴桃或者是橙子里面还有大量的VC 那么我们也建议它和钙剂的服用时间要间隔开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